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讲一下这个 这株小花儿大家第一眼看上去很一般了 不难看啊 但是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 那猜猜看这株花儿多少岁了 想必大家都是猜不出来的 起码三万岁了 三万 这个植物的学名叫做霞叶银子草 是俄罗斯的科学家在西伯利亚的洞土里找到了一个松鼠 这上古老松鼠了 就是过冬的时候松鼠不会藏很多的果实 到他们的宝物库里面去吧 等着过冬的时候吃了 结果就在那些祖宗松鼠藏的宝藏库里找到了这个花的果实 完了之后居然还养出来了 这花现在还能繁殖 那么讲到花呢 可不可以有动物啊 那么也有 俄罗斯同样还复活了 猿骨祖宗如虫 一份样本4.17万年 一份样本3.2万年 那么这个就是真二八景的动物了 那不是植物了 那再往下推 这些猿骨祖宗有机体里 假如携带的各种真菌也好 细菌也好 病毒也好的话 那么通过在南极北极的动土解冻 再通过海洋 再传播到大陆上 传播到人类群体里 这个就不堪设想 非常有意思的是 2015年开始 科学家们就已经着手在做这个叫 地球评估 这张表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这个红色的 红色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危险了 那如果超过红色就意味着现在已经超过了 人类可能会控制的标准 如果是超出这个阶线 目前来说还没有 那很容易 就比方说日本 那大家不要以为要超过这个阶线很难 其实很容易 像如果我们让辅导这个事情 日本开了个坏头的话 全世界都开始偷盘河北水 一向子真的是超脱人类的控制 而且拉不回来的那种 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目前来说 已知人类对地球造成的危害和影响环境 我认为最不可逆的还是冷战期间 可能美苏两国在往太平洋里也好 大西洋里扔的那些核废料 没少扔 因为我之前就除了你俩大家都没有 你俩互相之间冷战 都互相想着我怎么弄死你 怎么可能签什么环保协议 这签不出来的嘛 所以有什么核废料 只要我海里一道 有本书叫做《毒害太平洋》 专门做了美国的史实解密道案 说你这个军队到底有多少的核废料 不光是核废料 军事废料 像我们之前讲过这一期 冲绳 冲绳不是有很多美国的海军基地吗 美军做的那种什么都抗的材料 就比我们家里的不粘锅上的不粘的粘膜 不粘锅的粘膜你想多抗 是什么都抗 抗酸 抗减 耐高温 什么都耐 比那个还耐的多的东西 泄露了 你说这个东西 它本来你用的时候是好得不得了 但是你想处理它 你怎么处理啊 金刚不坏的万一 所以就很恶心 类似这种东西 毒害太平洋 我们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 当然拿这个东西做评估 是把气候问题简单化了 简单化就着了谁的党 着了美国这些人的党 跟欧盟不一样 欧盟好歹受募 他们搞出来一个环保抗压 要追踪的 你这个羊 我们吃羊肉了 这个母羊是哪来的 种羊是哪来的 是谁家羊 他家也没有侵犯人权 直接给你扒刀祖宗十八代 欧盟是这样的 但是美国不会 所以说美国的政客也好 科学家也好 白左也好 白右也好 甚至都会想 中国是全世界排放最大 不想想他们手里的产品 有多少是中国制造 所以这种典型的又当又立 他们手里握了媒体话语权的时候 即便他们的科学家提出 行星评估标准 说地球这个怎么怎么着 有可能脱出我们控制了 但是脏水泼到我们身上 目前气候框架结构 如果按照真正的影响实力来分的话 那就是美欧中三方之间的斡旋 那既然问题就来了 虽然明面上我们说中美欧三方 但是世界上可是有很多别的国家 他们占的体量可能并不小 就中日韩三国 在美国人也好 欧洲人心目中经常拿来 就东南亚东南亚 讲讲不得不提的 永远就是中日韩三国 连外国人都知道中日韩三国 那么讲这个叫三国之间的浪漫 当然未必是影射着三国演义 那个三国 那如果没玩过什么日本游戏 他们可能不会知道 但是三国之间的浪漫 在美国人眼中 环保议题上 却是地地道德的表现出 对东方挑战自己霸主地位的恐惧 就是恐惧这个词 那目前来说 虽然说急去 就是我国家美国的碳排放 是全人类的40% 但是中日韩三国的排放加起来 相当于欧盟的27国 加非洲加大洋洲 还要加上南美洲 就全是州加起来 大家都知道多可怕了 所以说绿色和平组织 就是骂菅一伟的那个国际组织 曾经提出一个设想的框架说 有没有可能 中国不用跟美国谈气候协定 跟日本和韩国 就能把气候协定谈成了 那日本和韩国加起来 他体量比美国还大 他排放说 这个话倒说到点子上 可惜就可惜在这儿了 中日韩如果真能搞成一题话 还有美国什么事儿 乖乖就华盛能呆着 所以这个只能是太一口气了 但是不妨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 该次会议中 每个国家特别是 对气候影响特别大的国家 他们做出的关于环保上的承诺 就是只是承诺而言 秉重我们希望的一个框架 这个其实之前出了一个事情 就是京都议定书 跟哥本安气候协定 巴黎气候协定之间的区别 京都议定书 当初就是发达国家 主要是主导的话语权说 我们来决定你们要排多少 我给你定目标 你干脆美国就速破脸皮 你中国的排放就得跟梵蒂冈一样 所以后面一系列联合国的组织框架结构 我都提出的是由下到上发动民众 我们大家都要觉得按环保重要 来推动自己的政府 设定符合国情标准的环保政策 自己监督自己 自己给自己定目标 这个就要提到我所提倡的 叫做国际环保治理的基石 就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这话其实举个例子太简单了 之前是共同但没区别 我来给你定目标 现在共同有区别 大家说为环保做贡献 那么刘翔代言了 开过广告 我去跨10个蓝 他跨10个蓝 说不是个园炼 你也呼吁大家要做贡献 你也跨10个蓝 刘翔跨10个蓝 对他还是说轻而易举 别说我跨10个蓝 我跨一个我都能磕死在那 我也想做贡献 就要有区别 我跨不了蓝 我能干嘛呢 我吃饭行 表演吃饭 我表演吃饭说 大家光盘行动 解约粮食 这是不是也是做出贡献 这你选择你想做的贡献 共同但有区别 那么这个有区别 不单单是对大国家 对小国也是一样 而这里就显示出 国际环保治理上面 各方势力 对国际话语权影响力 规则制定权的争夺了 我觉得我们国家 适时在国际环保治理上面 应当适当的制定一些规则 建立一些框架 不能全是你美国和欧洲搞的 那不行 那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 这个研究非常有意思 之前联合国是鼓励发达国家 一方面你也可以说 白左道德绑架 格雷塔 这些恨电影 不给发展中国家钱 他的的确去看了发展中国家 比方说巴西总统说 我们怎么都不敢说 我们不要发展了 巴西人民也想有好的生活 亚马逊与林着火了 又是什么鳄鱼 又是什么毒舌 无人去 我哪派人去救火 我怎么去救 那我去救谁给钱 财政我自己出 地球之费 地球之费 费产出的空气 你没少吸 救火的钱全要我出 这是什么意思 对吧 所以巴西也有理由推脱 联合国商量零下 这些国家想 说的也是 那我们这什么样呢 发达国家拿钱给发展中国家 鼓励你通过补贴 贷款 或者直接经济支援 或者产业转移 或者人员培训的方式 有什么基础建设 物资支援 文教 之类的东西 一大堆 那么这个应当是核算到2020年 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 一年1000亿美元 1000亿美元 相当于海德拉巴去年诈骗6年的GDP 对他们来说 天时地利人和才骗200亿美元 要骗5年才骗到 那发达国家一年要给这么多 他给了没有呢 其实这个答案非常的吊轨 明面上似乎好像给了 实际上根本没有 像2018年的时候给了764亿 还是746亿 看上去给了好像很多美元 这么多的钱 但是实际上为什么没到人家口袋里呢 乐师会 就是一个战发减的公益组织 就发了 你给的全是贷款 你这贷款提升提升到80% 全是贷款 还有利息 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特别是极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这样贷款 而且规定你是必须用在什么上面 肯定不是你这国家工业化 因为他们就是振振有资 你要搞工业化 你这是搞污染 我们为什么给你钱 就是希望你不要搞污染 我们才志愿你 就要你搞搞什么小手工业 搞搞什么旅游业 然后再给搞搞清销 你们都念着我们的好 哎呀白人老爷爷来了 生意就有了 自由民主人权的玩意 搞工业 搞自己阵心想自己站着 门都没有 你要赚钱就得趴着 而且就算这样的话 加上利息 这些国家就是趴着能把钱赚了吗 钱在谁手里 对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 它自己的主权货币在国际金融市场里面敲的响吗 当然是敲不响 跟美元相比欧元可能站不住 但是跟比方说落后地区的主权货币相比 发达国家的货币不但敲得下 而且说白了一张纸 我用这张纸可以换取什么 货真价实的资源 这些国家的人口 阐述的优秀的那几个明珠科学家 因为是个自然问题 对吧 总归有几个人非常聪明 南非的钻石 智利的银矿 玻璃团来的大马 运材产业 对吧 这个就来了 更不要说人口上面的剥削 年轻人全到你们那去了 留下来都是老而病残 那怎么发展 本国根本没法发展 所以说乐视会提到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 就说明了 其实我们今天谈过这个问题 直播的时候好像是 一个叫树向远柱 一个叫横向远柱 树向远柱 就是立竿见影的 让你好好趴着的 一方面他们也可以说 我们也需要像我们国内民众说 你要汇报 你这支援这么多钱 民主人权什么东西砸下去 连个水花都没看见 我钱不是白扔了吗 我这美国大兵手里捏颗糖 给你那个难民小孩 小孩一吃 美国好 CNN一派 美国人真的是太伟大了 心跳起飘扬 自由民主正义 乱七八糟的鬼 殊不知 其实这小孩的父母高保 是被美国大兵炸死的 他能够用这个东西 不单来向外宣传 而且向内宣传 而且这还是贷款 这还在贷款 能收回来还带利息的 这本钱 所以说表面上说捐一千亿 如果把发展国家放的这些高利贷 全部算掉的话 正让巴基的援助只有三百亿不到 可想而知 广泛的对全球气候有重大影响的这些小国家 手里有大量原始自然资源 他们之前是保护的这些国家 他们的国际好语权被发展国家被美国和欧洲扼杀了 彭博社这个调查触目惊心 给到这些气候援助的钱 到真正需要这些钱 最需要最脆弱 明天已经没饭吃 想的要不要是砍树 还是卖孩子这些人 他们手里没有拿到钱 拿到钱是谁 我们这边看一下 非洲国家只拿到25% 美洲国家这边应该特指南美洲 只拿到了17% 亚洲拿到了43% 是FBI把这个图列出来 FBI去列了 因为这是美国国内的事情 这个钱到底怎么花的 大量的援助了我国周边的那些国家 特别是某些国家 某些发达国家 我话已经说到这样 那么你发达国家去援助 另外一个发达国家的气候 这算什么事 那是为什么你发达国家 去援助发达国家 不援助发展中国家 左口袋掏出来 哎哟我气候援助金捐款了 啪捐自己右口袋里 什么东西洗钱啊 那光天化日还真就干这个事情 那另外一个当然是围绕着中国吧 在我们一周 那美国的援助力度 那是不用说了 援助的一个个都是盆满钵满 就之前说离得很远的阿根廷 阿根廷政府不是欠了很多债了 阿根廷跟我们远到的首都 波伊诺斯埃里斯 你要是拿个铲子 北京一铲子一铲子挖 把地球挖个对穿 挖出来 那就是阿根廷 就这样 在学者之前不是还建议吗 说什么美国要是不给我援助 我立马邀请中国到我国驻军 并且提供保护 话都说成这样了 所以说如果说离我们远的国家 都这样 离得近的国家美国能不援助 所以说援助不援助呢 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关注点放在气候 最脆弱的这些国家上 而是放在了援助离中国最近的国家上 如果这个我们已经了解的话 那反过来对我们而已 视角转换了不是美方 而是中方的话 对我们才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因为地缘上跟我们相近的国家 我们是不是应该不单单更容易 而且更应该跟他搞好关系 就我国之前的外交风格是 韬光养晦 现在的转向有所作为 而且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大有作为的情况下 牧林友好关系 那营造一个良好的周边外交关系 不单单就是和平共出五项原则 和平共出五项原则 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能叫良好吗 良好就是不单单井水不犯河水 而且关系不错 那问题就来了 美国印的钱跟印纸一样的 他拿这些钱 把我们周边的国家援助的一个个盆满过满 我们怎么再去援助人家 那所以说之前讲的这个火力发电问题 一旦一路是一个彻底的阳谋 美国根本无法封锁的 而且本来能够在火力发电技术上面 能够跟我国带来尖锐竞争的日本韩国 迫于欧盟圣母的压力 你发达国家还配搞火电 一个个都说了 韩国被欧盟骂了之后说 从那之后再也不搞任何海外火力发电投资 日本现在基本也是一样 它也要淘汰煤炭了嘛 那天然气现在我们不是还在骂吗 那天然气补充了它的核能 火力不搞 一带一路那不是太舒服了吗 你发展这个国家想要自己占着挣钱了 你要搞工业 你能不用火力发电吗 一带一路到中东去 中东国家最不缺的就是什么 石油资源 最缺的是 我怎么能够更好用我的石油资源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欧盟去骂了日本和韩国 但是有准备是什么 如果我们的工业发展还没到排放 能看到这个风 我们觉得这个风应该就在这里 我们估计我们之后应该是跨过去 而是我们还在登山的时候 我们也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你不努力 机会来了也白达 另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就是美国现在这个话语体系 即便他说自己是回来了 但是他说这句话的对象 明显不是更广泛的全世界国家 而是在他眼里最有影响力 最重要的那些国家 他邀请了40国的领导人 但实际上现在国家和地区 联国可是有200多会员国 那剩下的国家160个到哪里去了 举个例子 吉利巴斯 吉利巴斯这个地理位置 大家看你要是吉利巴斯的领导人 你能不注重环保吗 海平面一上升 两边一烟 人没了 国家都没了 那发热关家现在跟你讲好 我接受你全国作为气候难民 移民到我的国家来 可能给你抄国民待遇 不可能 可能给你国民待遇 也不可能 当地界劳动地位 街机街连降三级从零干起 所以吉利巴斯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国际这些环保组织 不是没有帮过吉利巴斯 但是即便是联国中立的态度 去帮助这些气候脆弱国家的 也基本上都是保守性弹性政策 这我们可以讲什么叫保守性弹性 它不是帮助你真正的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站起来 之后就一直能够怎么怎么样 而是说我们能够消解 减少对你的冲击 但是不让你变得更强 吉利巴斯之前的政府是亲西方的 后来发现这条路实在是走不通 因为你如果继续走的话很明显 无非就是等这个海平面一上升 大家全都去当难民了 所以说现在可以看一下 之前在2019年的时候 人家也是非常果断 断绝了跟我国台湾省保持的长久不正当关系 地缘政治重要性非常明显 环保的重要性非常明显 第三个 吉利巴斯金枪与紫园非常丰富 全世界它虽然是个太平洋的小国 但是全世界的金枪鱼16%是吉利巴斯城 一带一路起码搞点金枪鱼尺尺 这个不错 所以说拿吉利巴斯举的意思 在我们眼里 我们经常说 日本前面要加一个形容词 但是事实上 如果把日本比方说放到欧洲去 那日本可能变成大国了 地球这个星球上 正而巴紧的小国 希望在环保中间走出一条自己道路 希望能够站在挣钱的国家是不在少数的 而中方所提出的全球狂解结构 我们所提出的四个要素 第一个绿色发展 第二个统筹考虑 第三个以人为本 第四个多边主义 不光是这些小国 而是全人类选择最好的框架 拜登这个会之后 我是非常欣喜 我有些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点狭隘 看到拜登是把这些小国拒之门外 不光是斐济 巴基斯坦也拒之门外 那不许人家来 你要是敞开心胸 就做个样子 我们太欢迎小国 那我又觉得阿燕你要跟一带一路拼一下 但是他偏偏要摆架子 把人家拒之门外 所以说又抓住了这个机会 我认为中国这一波是双赢 赢了两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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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